新花两岸快乐乐平 大家好我是吕露 近些年来呢 很多人都看不懂台湾年轻人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去年香港修理风波呢 他们以挺人权的名义啊 反对香港警察热血沸腾 而今年呢 美国弗洛伊德遭到警察所猴致死的事件 他们却又是一片静默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呢 平时是高喊着维护主权的口号 但是最近在面对日本要将钓鱼岛更名 灯也成奸有关关格事件 说到维权主权 他们却又是充而不闻 那么如此明显的两套标准是如何产生的呢 是谁让这些青少年的价值观 如此错乱迷惘自相矛盾的呢 其实啊 这种现象的背后 正和岛内推行了多年的 去中国华历史教育有关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秘书长顿心仪指出 二十年来呢 台湾的教育资源被用来 逐步构建一套反中历史诠释 在去年的九月份 所谓的108课纲指导下的历史课本上路之后呢 中国史正是在台湾被虚无化 有人啊 可能不知道 台湾的历史课本和大陆有什么不同 但是其实呢 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 台湾的历史教育就开始构建所谓 同心圆历史教育 具体来说呢 台湾的历史课啊 不按照时间顺序来授课 而是以这种地域性或者是其他主题来授课 不但呢不强调台湾和中国的关联 甚至必谈台湾和中国的关系 那么在这一套台独史观教育下 整个台湾史的格局啊 就是台湾这块地方陆续受到了荷兰人 西班牙人 日本人 汉人的统治 而且呢 这些都是外来政权 台湾的教科书告诉孩子的历史是这样的 以台湾这块土地为核心 往往呢触及到中国 再往外触及到世界 这就是台湾所谓的同心圆史观 台湾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啊 全部都受到这套同心圆史观的教育长大 以台湾为主体来看历史 让台湾和中国尽为分明 我们从这里呢 可以了解到啊 岛内独派是怎样用台独史观 毒害台湾年轻一代的 进而呢 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意识 不仅如此 民进党呢 二次上台执政之后 继续对历史的中国史部分大改 令人发指的是呢 去年开始推行的108克纲啊 竟然也是直接废除了中国史 将之呢 并不东亚史 目前呢 在民进党当局推行的108克纲下 台湾学生接受的历史教育是这样的 台湾的小学没有中国史 台湾初中历史18个单元 与中国历史相关的 仅仅只有三个单元 占到六分之一 台湾高中的中国史 更是碎片式嵌入东亚史 单元呢 比如说从汉进到宋元时期 东亚人群移动的特色和影响等等 中国和东亚国家位于同等的位阶 学着这样的历史长大的孩子将来还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吗 在两讲时期 台湾民众的国足认同的原本是不存在问题的 除了极少数人主张台独90%以上的民众呢 都是坚持一个中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 但是李登辉上台之后 台湾经历了陈水扁蔡英文当局等去中国化的教育文化政治操作之后 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就已经是培养出了数量非常可观的人造独青少年 段行仪指出台湾高中第二册历史课本不仅是讲中国史 还放进了日本韩国越南这三个国家几千年的变迁 中国史的脉络被切割的支离破碎 那么再搭配偏颇的史观 就连这点关于中国的记忆啊都未必美好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 当少的只剩下几页的中国政治史 标题竟然是传统政治权威的形塑 台湾光复时期的标题是权威体制下的台湾 那么受到这种历史教材熏陶的学生 会形成什么样的中国概念呢 不仅如此 在新的历史课本中呢 连台湾地位未定论也被提出讨论 这将会对台湾青年造成什么样的毒害呢 民进党当局正在通过教育文化社会媒体等 各个方面的扭曲去中操作 荼毒台湾年轻一代 去中国化教育改变不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结果 只会是令台湾下一代产生错误的认知 更加难以面对真相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评价李登辉的所谓本土化进程时所说 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 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 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